看這個順順的貸物要付六千塊的資金 當時有賣賞的民眾有的要領這六千塊 是給貨值穿到貸物 總共是有八百五十三的人 成功給貨值穿進去 貸物市的人口所突破到二十一萬人 這次市公所是提供到三種方式分解單 來發錢 今天比較實在吧 比較實在 那好處是什麼 好處 有現金啊 醫化 怎麼說 為什麼 方便啊 我也不用再到這裡拿什麼身分證印章來領取啊 而且我們家不只一個人啊 那如果要本人的話也蠻麻煩的 希望可以讓這個弱勢族群可以早一點 領取到我們的六千塊 這也是我們公所來立定這個溫馨直送的心意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醫化申請 那這時候未滿十八歲的可由父母 父或者是母 來提出申請 如果是來選領到網路電子法的申請 只要到市公所的網站來升班 四月齊就能拿到四款金 那結收集好 中結收集好 也只是六十六歲以上 有領憲報補助的領域 不用申請三月十五 直接進入口署 其他的市民 可以選領造業 也可以實體來領取 讓民眾不一樣的選領 嗨 我是櫻桐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